越烧纸钱心里越不舒服 此季马来西亚芙蓉联络处举办了 吉祥月社区祈福会活动 就有志工分享 不烧纸钱力行如素后的改变 打破过去的明信要对症下药 以严荣网审判为场景 说明多做好事才会有好报 纸钱烧越多 反而会因为污染环境而造恶业 还有志工上台分享他如何改变 此季芙蓉联络处举办两场社区祈福会 宣导真心真念 有越来越多人认同 进而身体力行入宿多年 三百多位志工和民众齐聚 共同为世界祈祷 吉祥如意就在当下 带新闻真正美志工李星人 罗瑞辉 叶宝珍 马来西亚报道